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 我们前面跟各位分享过子录 说子录是孔门里面跟孔子年纪最相近的学生 那因为他的年纪跟孔子很接近 他们两个只有相差九岁而已 所以其实孔子对子录说话的反应态度 也是相对比较在意的 论语里面有子录篇 可见孔门里头对这位年长的大师兄 是很尊敬 很看重的 虽然说孔子说言渊好学 那他比较喜欢的好学生是言渊 不过子录在政治上面的好表现 其实孔子也是非常赞赏的 孔子曾经说子录的个性是有也艳 艳这个字有点难写 是一个口部 然后右边是一个我们讲那个艳雨的艳 然后但是其实把那个岩部改成口部 这个艳字是说子录很粗鲁帅直 不过这个粗鲁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粗鲁的那种坏的那一方面 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跟各位分享过说子录是野人吗 来自呢乡野农村啊 那所以他本来那个文明的程度就不高的 可是子录很愿意学习愿意努力 后来果然人生有变得更进阶嘛 那虽然说呢他很进阶文明启蒙了 但是偶然还是会表现出他很直率 纯朴直朴的那一面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很草根性很local啊 我们讲说那个土性比较强这样 这样的人啊 所以孔子呢 期许他要更文雅一点 论语上面就说 文职彬彬然后君子嘛 可是话说回来啊 像子录这样子的人啊 心地很善良 很真实 真诚而不做作 比起那种假来假去的所谓的文明人啊 还是很可爱很可亲的啦 所以因此呢 今天的这一讲呢 要跟各位分享呢 因为子录个性很直率嘛 所以他对那个孔子的有一些做法呢 他就会觉得很不以为然 他会变一面 特别是呢 要去面对美艳魔女的时候呢 那个孔子呢 居然去见了像这样的一个女生啊 所以其实子录呢 是很不开心的啊 用那个很口语的话来说 就他很不爽啊 那这在伦语里面呢 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段语录 是出自于呢 伦语的雍野篇 就是孔子呢 去见男子的故事啦 子见男子啊 那呢 子录呢 就觉得很不高兴 那后来呢 孔子回来之后呢 孔子呢 就就抓 发誓说呢 啊 其实天艳之 天艳之 我真的见他呢 其实没有怎么样啦 这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呢 这个子见男子的故事呢 其实在伦语里面就这样子 小小的一条而已啊 那可是呢 在这个其他的典籍里面呢 有做比较多的说明 先介绍一下这个男子啊 男子是谁呢 是当时呢 魏国国君呢 魏林公的宠妃啦 那孔子呢 去会见他 此路觉得很不高兴 那这个男子呢 他长得非常的美艳啊 就是年轻貌美的大美人 那魏林公呢 是年纪很大了之后呢 才跟这个男子在一起的 男子呢 据说是宋平公之女 就是等于说是宋国的公主啊 那因为他很美艳嘛 漂亮妹啊 所以就很得宠 那这个男子呢 年轻漂亮 嫁给魏林公以后呢 内心不免寂寞 因为魏林公啊 就招老头啊 对不对 可是因为他有权势嘛 所以就没办法 这政治联姻啊 他这个男子呢 嫁给魏林公以后 毕竟也还是很希望说自己的感情呢 有得到一份依靠嘛 啊其实他还没嫁给魏林公的时候呢 他在宋国呢 也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 好 那个男生呢 叫做宋朝 就我们现在写的宋朝啦 或是念烧 就是宋国的一个公子 可是等到他嫁到魏国以后呢 他仍然跟这个宋朝呢 宋昭哦 两个人仍然藕断思连继续思通 然后而且这件事情搞得人尽皆知 所以这个男子的名声就很差啦 就社会风平很不好 大家都批评说呢 这个女生呢好色 而且这个左传圣志记录说呢 这个魏定公十四年啊 那个魏林公为了男子呢 召见这个宋朝哦 就碰到呢 这个魏太子呢 快溃要出使齐国 经过那个宋国的那个交野的时候 宋国人啊 冲着这个魏国的太子唱说 就唱那种民间歌谣哦 就那种顺口溜哦 说啊 现在已经满足了 你们那个发情的母猪啊 为什么呢 还不归还我风流的公猪呢 哦 你看这种话讲的真的超难听的 没有想到史书里面这样写耶 这就是民间 大家都是这样子讲的 大家就骂那个男子说呢 他是那个发情的母猪 然后呢 这种宋国里面呢 好好的这个男生呢 也是一只呢 风流的公猪 所以那个魏国太子听到 人家这样讲他妈 虽然不是他自己亲生的妈 对不对 他当然一听到这种 人家这样流传就觉得很丢脸啊 而且又很恼羞成怒啊 他就很气啊 要找人去谋刺男子 后来呢 这个谋刺行动呢 被男子发现了 于是呢 这太子呢 就逃到宋国去了 那呢 那这个孔子去见男子的这件事情呢 是刚刚讲的这歌谣呢 发生之后的隔年 是鲁定公的十五年 换言之就距离这件事呢 这个不到一年啊 所以那个孔子和弟子们呢 游说人政的过程当中呢 经过了魏国 那孔子呢 就硬邀去见了男子一面 那见完以后呢 当然孔子的学生就 子录啊 就觉得很生气啊 大师兄 觉得说 老师 你去见这样的一个男子啊 见这种女人 不是会落人口实吗 对不对 那孔子看到呢 子录生气了 于是就对子录解释说 天艳之 艳就是那个讨艳的艳啊 那其实天艳之天艳之 孔子讲两次耶 其实孔子是对天发誓 意思用我们现在很口语的话来说 就是如果 我真的是有乱七八糟的想法 像你想的那样 那就让老天爷呢 厌弃我吧 让老天呢 讨厌我吧 那就是说 我就天哪雷匹 五雷轰顶吧 所以其实孔子这个回应啊 是非常激烈的 就是在在表明呢 我真的跟他没怎样啦 那就是这个事件呢 论语里面记载的很简略 就说这个子录呢 不悦啊 就子录对孔子起疑心 但是孔子向子录 坚决的表示自己跟男子呢 绝对没有不当的关系啊 所以这就变成是孔子的一个花边新闻 对不对啊 可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事件呢 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呢 写的比较详细啊 所以因此呢 我们把这两则呢 相关的原点呢 做在我们YouTube的版本里面 这个史记孔子世家里面 是记载说 男子啊 派人去跟孔子说呢 这个各国的君子呢 凡是看得起我们国君的 想要跟我国呢 建立兄弟般友谊的呢 必定会来拜见夫人 那呢 这个拜见寡小君我啦 那我呢 男子呢 也愿意见你 那这个史记的原文里面是 这个男子是自称寡小君 可见这个男子啊 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女性 她是自称寡的 寡就是国君才可以称寡人嘛 那呢 这个男子呢 他称他自己是寡小君耶 所以其实男子是先去找人 找了人去跟孔子说呢 他要见他 所以其实是 那个男子发出邀请的 那孔子当然就知道说 男子是社会面名声不好嘛 所以孔子呢 也是有一开始是先推辞的 可是后来就没办法 推辞不掉啊 就孔子不得已呢 就去见了这个男子 然后史记又写说 那当时啊 他们两个人碰面的时候啊 那个男子啊 就是那个林公夫人 有没有 是坐在那个 葛布座的那个围杖当中 然后孔子进去之后呢 先面朝北 然后叩头行礼 然后夫人呢 就在那个围杖当中呢 拜了两拜 而且他身上呢 那个环配的那个玉器啊 还发出叮叮当当 清脆的声响 哦 你看这个现场的那个描摹啊 就是还蛮仔细的 后来呢 这个孔子就见完之后呢 出来之后呢 孔子就跟大家说呢 我本来是不想去见他的 然后我现在既然是不得已去见了 所以呢 我就应该用礼的方法 跟这个男子呢 对应 后来孔子不是见完以后回来了吗 那呢 这个孔子呢 就看到子录呢 觉得这个就不高兴啊 对他你怎么刚去见男子 这样很不高兴 于是孔子就发誓说呢 我如果有错的话呢 上天一定会厌弃我 上天一定会厌弃我 讨厌我 我就会天打雷批啊 所以这一段话跟论语里面讲的是一样的 后来呢 那个孔子啊 在魏国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呢 有一次啊 就看到那个魏灵公跟男子啊 同坐一辆车子 然后他那宦官的那个 拥取陪侍在那个车的左右 那孔子是坐在那个第二辆车子上面 就看见呢 他们招摇过世啊 孔子就很感慨的说 我没有见过呢 好得如好色者也啦 就无畏见好得如好色者也 就是说 没有看到那种喜好道德的人啊 像是喜欢美色一样的人啊 其实他就跨破嘛 就看破那个魏灵公的为人 于是呢 他就跟那个弟子们呢 离开魏国 就到去到朝国了 实际的这一段记录啊 就写得比较详细 那呢 也写得很有意思啊 就很时许如生 所以其实如果你把实际呢 跟论语对读的话呢 你会觉得 哇 这古书真的好会写哦 那孔子呢 在魏国打拼很多年 他满腔的政治理想都没办法实现啊 所以当他55岁呢 这个离开魏国的时候 他是很失望的带着一群弟子们离开的 那离开魏国 自己的母国 对不对 到各个国呢 去游说人政王道 周游列国 那当时呢 周游列国的第一站呢 就来到了魏国 那魏灵公呢 原本一刚开始的时候 是很热情的迎接他的 而且还给他呢 很高的待遇 但是魏灵公并没有真正的任用他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孔子拿了很高的配啊 就是很高 很多钱的顾问费 但是魏灵公只有觉得说 你负责顾而已 就我没有要问你 那当时呢 那个魏国啊 实际掌权的人 其实是魏灵公的夫人 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男子 所以左撰上面写说 这个男子呢 美而赢啊 赢档的赢啊 就很美丽啊 很赢档啊 就他不是跟他前男友 扯不清吗 对不对 而且你都已经 下到那个魏国了啊 所以就是当时啊 对于这个男子的评价 左撰这样写 大概是一般社会的普遍看法 可是呢 这个男子呢 他毕竟也是个有脑的女生嘛 他很仰慕呢 孔子的才学跟品德 就很想跟孔子见一面啊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是我们国呢 聘来的贵宾嘛 对不对 高级顾问嘛 对不对啊 所以于情于礼 礼貌的礼 或是道理的礼 其实是蛮正常的啊 所以当那个男子啊 要去见孔子的时候 特别说 如果是四方的君子啊 想要看寡君 就是魏林公啦 结为兄弟的 那就必须先来见寡小君 寡小君我啦 那我也会愿意见他 明明是男子 主动邀请孔子去见他 对不对 可是他自称寡小君哦 对不对 就又有一种居高临下 自明得意的味道 就是是我寡小君 愿意见你耶 就那时候 就是孔子五十六岁 然后那男子呢 就有一点自视美丽啊 又有权势的味道 他会认为说 天下的男人 都应该膜拜在 自己的石榴群下嘛 至少魏林公就是这样啊 没想到呢 孔子一声正气 打消了这个美人的傲慢啊 所以后来呢 男子呢 见了孔子之后呢 反而是真心诚意的尊敬他 推崇他 所以从那一次以后呢 落魄的孔子啊 后来又有去到魏国 每次呢 都被魏国呢 盛情相待 不能不说是男子的功劳 你想想看嘛 虽然说 虽然说左传批评这个男子是美而赢 美丽而赢 我真的觉得这好严重啊 可是男子作为宋国的公主 你被迫政治联姻 对不对 被嫁给那个大自己三十岁的老男人 内心一定是很不快乐的啊 对不对 就是他的人生是一个爱情的牺牲品啊 然后男子呢 跟那个宋公子啊 宋昭才是真正的真心相爱啊 可是问题是国际局势不得已啊 所以他没办法 他就只好为他的国牺牲了 然后去救了自己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美女的心中的那种苦楚 一定是很难说清楚的嘛 然后男子就天生利职啊 然后冰雪聪明啊 其实是受到很多男人的追求耶 然后他在政治上面 有自己的眼光有手段 所以其实魏林公啊 对他是言听计从的 所以刚会提到说 他才是魏国的实际掌权者啊 所以其实在整个魏国的历史上面 除了这个男子风流的名声表不好以外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对他的国家 做出什么伤害的事情 所以关于这个子见男子的这个事件啊 这个朱熙呢 注解论语的时候 就有提到说 其实古代啊 如果你去那个国家呢 就是担任克卿啊 适于齐国啊 有见那个小军的礼仪啊 就是古时候的礼俗是有规定的 就是去见男子 本来是一种礼仪嘛 所以孔子本来自己也不愿意啊 可他后来没办法 就还是去了不得已嘛 史记里面有写啊 所以这个天雁之就是告诉子路说 我孔子的所作所为呢 是无愧于天地的意思啦 那我们前面其实还有提过孔子的长相 说孔子呢 头顶凹陷啊 就是像是小山丘那样 而且他的双眼是突出的 而且孔子还有微微的爆牙 对不对 那孔子的身材很高壮 可是比例不均等啊 但是其实就外表来看 其实孔子是长得很不如何的 但是呢 凡是见过孔子的人啊 都会被他温和 而且充满正气的那种感觉 然后觉得孔子微而不猛 谦虚而亲和的这种气质所吸引 所以估计呢 这次男子见到孔子应该也是这样 那其实关于这个子见男子的这件事情啊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史记里面说的最详细的 可是问题是史记啊 对他们那个谈话的那个具体内容呢 也是半个字都没有写的 而且孔子见过男子回来以后呢 还必须向学生子录呢 努力的去解释跟发誓 这也就看出来说 其实子录对老师的质疑啊 是很受到老师重视的啊 就是孔子向子录说了两次 天艳之 天艳之 各位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回应其实很不像诗神 反而像是同辈人一样的亲近啊 就是孔子不愿意自己被子录误会 因为他去向男子也是游说人生啊 说明他的这个主张啊 仁爱思想啊 就是孔子会认为说 说不定他去跟男子说 还比去跟卫林公说还要有效 所以孔子才去见嘛 其实孔子难道不知道男子的坏名声 真的不知道要避嫌吗 对不对 所以他一开始也是有拒绝 可是就拒绝不了了嘛 所以孔子就会解释说 啊我也是用理的方法去跟他对应 可是其实各位再进一步想想看 孔子有没有很理想性的 其实他没有先去帮男子贴标签 虽然社会面大家都是看不起男子的 可是孔子觉得以理代之 也愿意给男子一个受教的机会 或者是说孔子其实也很务实的知道 透过男子啊去影响卫林公是个不错的办法 总之我们是从这个事件当中 看见一个很真实可爱的孔子 他做了一件学生不谅解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他还必须要很紧张的去跟学生解释 然后各位也看见了很可爱勇敢 又呢性格很直率的直路 因为在孔门里面啊 大概只有直路敢向孔子提出这样的质疑 那男子虽然名声不好啊 孔子当然是知道的啊 可是他毕竟是国君的如夫人耶 那如夫人要见孔子有什么不可以呢 那孔子推辞不了也就真的去见了啊 那这样子难道就真的代表孔子意图不轨啊 当然不是啊 孔子见男子完全合乎当时崇尚礼仪的表现 所以反而我们现在可以看说 其实孔子是不随便帮人贴标签 愿意给对方和自己一个机会 我们能不能有机会更认识更了解 这才是有智慧的孔子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男子的人生下场啊 并不怎么好 他在魏国呢 一连串的政治角力当中落败 刚不讲说 就是魏林宫的长子快溃 因为看不起男子要谋害他嘛 后来谋杀的这个事情呢 败露 后来就出奔逃亡到他国 那魏林宫死了以后呢 男子呢 立那个宽溃的儿子公孙哲 就是历史上的魏初公 但是呢 宽溃呢 又发动兵变之力 后来他最后就杀了男子 这一段呢 政争的过程呢 我们在这个王子曰节目的 毕也正名乎 谈鲑鱼之乱的那一集有谈过 那我们这里呢 就不再多说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回去收听那一集 我想啊 慈见男子的这一段呢 其实没有太多的八卦啦 反而呢 是读到两千多年前 这些精彩的人 孔子呢 博学有情 然后子路呢 勇敢直疑 这就是师生相亡啊 真正有教无类的君子人格 孔子不必代表真理啊 那孔子也是有喜怒哀乐的 那当然子路更是啊 面对真实的人性啊 我们也许没办法回到历史的现场啊 因为历史被写定的当下 也只是代表了部分的真实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这对师生的真实互动 彼此呢 对善的追求跟期许 这可以呢 帮我们化解一些平常我们对儒家 刻板印象的那个误解 对不对 其实儒家人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样 整天板着面孔忧国 愤世的样子啊 他们也是跟你我一样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 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也蛮推荐大家去看那个 周润发演的决战春秋 就是讲孔子的人生 其实蛮好看的哦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认识周润发了哦 这电影里面的那个男子啊 是周润演的 周润演很漂亮哦 然后跟周润发两个都很会演哦 那蛮能够呢 还原实际写的这一段内容 虽然呢 可能看片子的当下 你会觉得有点小煽情 对不对 可是呢 可以帮助我们一个蛮好的理解 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电影 它是一个蛮旧的片子哦 决战春秋 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 好咯 那我们来谈一下今天的重点整理 第一个 子见男子呢 合乎当时见小君之礼 可以理解成呢 孔子不随便替人贴标签 游说男子的行动呢 后来也得到相当的回应 后来呢 孔子在经过魏国的时候呢 都得到很大的礼遇 好 第二点 子录呢 勇敢向孔子呢 提出质疑 那呢 孔子呢 很认真的回应他 也表现出呢 孔门内部呢 师生互相促进 互相要求呢 彼此为善的一个精神 第三个哦 我想呢 当老师的人哦 其实也有义务呢 向学生呢 向学生呢 续明你自己的言行作为 这样才有办法赢得学生真正的尊敬 好咯 那我想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今天的这一奖 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和收获 如果你是在Apple Podcast上收听我们的朋友 盼望你帮我们五星评价或留言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